受益经济回升向后 加上2022年 实施大规模增值税 留地退税 拉低基数等因素的影响 2023年的财政收入 呈现出恢复性增长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突破21万亿元 增长了6.4% 那么就地方来看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 分别增长了6.7% 6.9% 10.7%和12% 全国31个省份财政收入 全部实现正增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